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梦想没问题 但是你要叫他实际去干 对 他是心意的唯一障碍我的不就是个干吗 我觉得王老师说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在于说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去参加议考 他确实是因为尤其是表演类的 他觉得这个是对天赋和努力要求最少的一个成功的方式 我原来一个朋友跟我讲 就是说他说他也是去参加议考 前面一个女生说这个考官问他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以少胜多的这个战争 他想了半天说孙悟空大战天明天交换 他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演员成功的 我们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 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偶然案例 比如说谁谁谁我就陪他去考个试 结果成了大明星 然后就是跑了个龙套结果成了大明星 你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 所以我觉得很多去参加一些表演类的艺考 他就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偶然上 像你说刚很多案例都说自己陪同学去选美报名 自己选上 当然我发现后来发现十个有五个是乱说的 对那隐门当初其实自己所谓的贪污虚荣去 他怕别人笑 所以都是说我跟朋友去报名的结果 那不管他 重点在说自然就是去考无所谓 我隐约有这个梦因为我喜欢掌声 还有跟汪老师讲 还有文涛也说 什么你长那个小孩好 跑喊一线 咋 全部的亲戚都看到 对不对 那那个多么好 美国人也说 昨天在电视看到你 妈妈我在电视了 一直以来都是觉得大家很好玩的东西 比方说我这一次来北京 在飞机场从香港等飞机 然后在贵宾市在吃面 狼狈赶时间吃面 突然那个搜碗筷的服务员 一个女的突然看到我好高兴 她也喊不出我名字 几乎喊我徐梓东 没喊你刘青云 我见过你啊 我就电视见过你啊 圆周拍什么好 说明我们节目还行 我就接我不行 喊不出我名字 好重点是说 整个贵宾吃的人 好像有什么了不起 我在电视见到你 这一句话一出来 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 谁啊 然后照表情 根本就不得 那重点在说那一句 真是那个magic word 就是说我在电视见到你 所以假如是说 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情况 我有这个梦 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成本 我报个名去考 可能真的可以啊 可能那个偶然性就出现了 我很差吗 对不起 跟我同届去报名的人 更差 那我上了 无所谓 我觉得无所谓 重点在于说 这是我们常说 有梦你就去追吧 追你要不要付出 还有追不到之后 你有什么方法坚持 像假如汪老师 别人没有你那么长大的意志 卡到第三次已经跳楼了 对 你说这跳楼 这正是啊 就是你像汪老师肯定有感触啊 这个前一阵 他跳过楼吗 不是 他就是治果肝炎 前一阵你知道吗 胡谦 胡谦的事 去年有个年轻人上调自杀了 这个然后呢 四个月之后 就是今年前一阵 柏林电影节 一个单元 他得了最佳电影奖 不是 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奖 特别关注的一个奖项 反正得了一个奖 那对于这个青年导演来说 有个奖就等于有了这个资格证了 对吧 但是呢 人已经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那个网文呢 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人说 这就是个笑贫不笑张的一个时代 什么的 然后好像归咎于他是生活无浊呀 穷啊 有的人呢 把他归咎于是什么呢 就说他这个片子吧 这个投资人 就是说你太长了 四个小时 然后就说 你要剪成俩钟头 因为是我投资的 或者你好 他不肯 他不肯捡 那投资人觉得 你是不是头脑有点混乱 对吧 然后呢 就到最后就说 那我们也不要 就是说你要不你就拿350万 拿350万 你把这买回去 我们也就填了这损失了 反正有人把这个东西给流传出来 当时你记得很大争议吗 对 就说你觉得这个年轻人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是有梦想去做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年轻人这个是对的 没错 但是你没有权利要求必须成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电影呢 很多时候呢 它是一个商品 或者说它是很昂贵的写作 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所以这也是他必须要上的一堂课 就是这个写作需要 你做什么样的配合 我认为他在某些问题上 有他的偏执的地方 但艺术家都偏执 正常 也正常 所以说是 实际上是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我觉得在 可能还是电影学院 对他的这个职业教育 对他就是电影学院出来的 对他导演系的 导演系很难考的 所以他考上电影学院 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 很大的一个成功了 导演是非常非常难考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认为学校应该是教育了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还不够 就是对于他们将来走上社会 应该面临的挑战 可能对心理的准备还不够 对我觉得他 我当时看到他 其实他这个事情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悲剧 但这个是有可以去探讨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很矛盾 外界来看 他是一个成功的 这个 而且有很大未来的 因为他的这个 有很大未来的年轻人和艺术家 他的作品被得了奖 然后也出版了 还有那么多人没出版呢 还有他的这个作品 被著名的导演看上愿意监制 但他自己觉得 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我当时看他在这个书里面学 我们要被伤害到什么时候 我就后来我就跟朋友讨论 我说他这个属于很典型的一个 没有施暴者的受害者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 确实有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平 有一些公平你可以找到施暴者 就是说就是他对我不好 就是他伤害了我 我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这个受害者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案例 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可以去指控的对象 就像王老师说的 一个产 他是一个产业 电影是一个产业 他是导演 是一个必须不断去妥协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你的 你的这个 你的个性 其实没有办法说 我这个大略大于宇宙 我必须一切都由我掌控 就是这个可能也是 没有那么轻易去实现 他们就讲啊 就是说你有这个剪片权 就说连好莱坞的很多大导演 你都没有这个权利的 就是说你决定这个电影有多长 就这个啊 我就记得 但是我又很能理解 这个艺术家呀 你知道我记得是费里尼吗 意大利的当年的大导演费里尼 费里尼就说啊 说我的电影 我都不去电影院看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不去电影院 看那个已经被剪成 两小时的那个电影 这样我的脑子 里边记得的永远是我完成的 那个三个小时的电影 他没有被亵渡 没有被强暴 但是这样就是我觉得 尤其我们文学青年来说 就我们当我们想象艺术家的时候 我们想象的都是大艺术家 我们都是以这个大艺术家 做一个参照 就是大有才华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 其实对于大部分是小有才华的人 而且其实这个社会 对于小有才华的人来说 是最残酷的 因为一方面 这小有才华的人 他脱离了臃重 他开始追求不同的东西 说我不要过平庸的生活 但另外一方面 他的才华又支撑不了他的野心 和他跟这个大艺术家之间的这个想象 但是似乎人们又觉得 有的时候你这个才华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被埋没 被误解了 比方说就有人拿获奖这个说事 说那你要说他这电影不好 他这电影这个四个小时太长 放的这个电影节上放的 可就是这个版本 那为什么获得了评价 甚至是有人说是什么大师级的 还是什么什么的 那是不是说明当时也有人看走演了呢 他这个作品我没看 但我了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水平 他是一个科班的导演系本科 学了四年 在电影语会上 他一定是至少在亚洲是遗留的 就是他们的电影语会 电影学院导演系水平这么高 是的你放心 他如果他的电影语会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故事不行 有可能故事不行 有可能表演 但是他电影语会一定是很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影片你要说得到一定好的评价 我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是没问题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吧 就是假如即便真的 你的才华被误解了 这也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 其实他可能更重要的还是 他面对批评 他面对比如说导师的批评 投资方的批评 投资方的批评 对于艺术家来说 够不成杀伤力 他就说你不懂 但是如果导师的批评或者什么 艺术家也是艺术家批评他 他这个心态可能不能够就是及时调整过来 其实我们做影视这个行业 其实包括做电视这些行业 面对批评是一个常态 是吧 这个包括我自己微博 每天有几个人骂我 然后还写黄摄小说骂我 哎呀 你就是这脸吧 对对对 是把你写进里面成为蓝主角 对反正很奇怪 他把我和其他人配对什么的 受害对 对对对 反正这个你你必须要有这个心理状态 就是心理准备 这很正常 而且人家批评你的作品是太正常 不过了 所以这种心态如果不能够端正的话 可能入行就是一个 对他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没有 可是公道的点说说 每个行业都有人受不了挫败困难自杀 不一定是艺术的时候 不一定是电影 出世康 因为对啊 都有嘛 大大小小 而且才华 刚说什么大才华 小才华 大艺术 小艺术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才华 特别在叫圈子 没有人 所以呢 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呢 也不能不依靠一些指标 比如说得涨 比如说票房 对不对 你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那个机会 让那个东西来证明你 当你有个东西票房好了 老板要下回好吧 给你五个钟头 拍部五个钟头 我票价宁可提高等等 你有说话的权利嘛 你要有机会有指标嘛 有证明给你嘛 问题那个机会指标 有时候是运气 有时候要等时间出现 他等不及了 他的各种的性格 各种的自己的选择 他就这样死掉 因为假如这样死掉的话 王家未死了一百遍 对不对 就是人家叫他拍两个钟头 他拍了五个钟头 许安华那个片也拍了十个钟头的底片 所以才把我剪掉 我这样说 他不是几节膜 我先说他要剪到八个钟头 那难免 好朋友嘛 有欺负嘛 但是可能 方舟女士在清华吧 对 还什么的 你可能旁边也会有这样的同学 我观察我们艺术院校也有这样的 就是他考上中系或者电影学院 这一天 是他人生的巅峰 对 从此以后他再走夏普 对 这个观察很有意思啊 对 他后面就再也没有那样的辉煌了 这种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常态 在每个班 对 所以你在清华肯定是这样 清华好多的就是说 今日这个我以母校为荣 明日我还以母校为荣 后天我还以母校为荣 这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很多这种 他也承受不了这种落差 而且他会比较嘛 他说都是同一个班出来的 你看看人家 尤其是我觉得电影行业 其实更残酷 就是像清华的可能是 收入高一点的工程师 和收入少一点的工程师 但是电影行业 可能就是大明星和跑龙套的 我是有一年 这种落差太大了 对 暑假去电影学院 他们那个毕业级 就是大家都在走的时候 有人在墙上写了一行字 我觉得挺好 叫 新生们 你们不要被电影学院带坏 你们要带坏电影学院 这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挺好 是一个我来改变你 就是我大于你这个学校 人生要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这真的是 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 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 其实能有几 说实错 张子怡能有几个 但是你说问题是 也是同班同学 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 很多情况下 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 他们就不来了 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 对 我原来我是觉得 第一次意识到特别 特别影视圈 特别残酷 是我有次去探班 我就发现 这个红的和不红的 吃的盒饭什么的 都不一样 我就觉得 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 你接触的还是中低党的演员吧 对对 小演员 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BC三个 三个T T什么背后的提升 远紧的提升 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 不红的就在那 不断地光着膀子排练 更明显的是化妆间 你看我刚来 文涛老师就很好 说汪老师你先 我画 那红的就是 他有单独的化妆间 对不起 这个单独化妆间 已经不算什么了 好莱坞什么 每个红的明星 一辆车嘛 一辆化妆车 里面保姆啊 助理啊 什么都有 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 刚方舟提到的什么 吃特别的饭化妆间什么 从这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叫什么 投资 为什么投资呢 除了保护理 让你专心培养情绪 弄得美美的 得体的出场 还有什么呢 更好玩的 心理上 给你一个诱因 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 那你好好干 你要听我话 我排什么戏 去什么记者会 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回不去 回不了头里 不能放开啊 不能放开 这同样在很多行业 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 香港有些很出名的 吃鲍鱼的店 那老板告诉我说 当他在那边 看到哪个厨师 或者哪个服务生 是可以栽培的 看起来礼貌周周 香港话就很醒目 很醒目 一看眉睛眼气 看到谁交呼哪个客人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要买一双最漂亮 最贵的皮鞋 送给这个服务生 给他 你穿这个吧 站得舒服 站得舒服 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 他享受过好的东西 他回不去了 他没办法挑去其他店 或者说不敢 也不敢 那服务不好 不然你把它炒掉了 他没有这种享受了 所以那个经纪人说 我要给他这个虚荣 贪污 虚荣是不好的词 可是对不起 在我们这个行业 你不贪污 不虚荣 请你走 你没有向静心 你不会往上爬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还是太难了 你看实际上 实事求是的讲 过去中国有句话 叫这个穷文富武 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 那玩意至少你得吃得好 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 家境得好 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 穷文富武 其实我现在觉得 这个演绎 就现在很多 或者想当艺术家 或者想当明星 这条路 要照我觉得 是一种什么呢 旧社会 有歧视性的看法 三角九流 就都不是正门 偏行 叫low偏行 为什么这么说 当然它这个是 旧社会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 从这个运势上来说 我觉得 它的确不像是 一般行业的 就是说 我付出多少努力 我就应该得到升迁 我就应该得到 一个稳定的成长 这个演员这事 您付出多大努力 您付出多少才华 甚至老实讲 你像那个 比如说是 咱们讲绘画 那天我有一个朋友 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怀才不遇 什么这事 他就说问他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 没有怀才不遇 这回事了 现在只有 你有一分才华 都给卖成 卖到十分 吹到十分 对吧 把粪土卖成黄金 都能这么着 他说你说 你也有点才能 早已经被 这个榨干了 这个 静静了 说是 所以说你看 现在一个人红 你就研究这个明星 你就发现 哎呦 太偶然了 要叫我说 就是 踭踏踏踏 就是这么就 红了 你这个 他真的是有点 非常不走 不走长道的一种 但是演员里边 很有意思 有一个 因为我有的时候 也做监制 监制和导演 最爱骂的是 找演员的副导演 以前做 你就说 你这找的不行 你这什么都不行 群众演员也难看 什么的 然后呢 有一次呢 叫他找 说的不行 不好看 那副导演开始 咬牙了 那你们能不能 每集加 一千五百块钱 预算 那怎么着 您要是加 我把那谁谁谁叫来 我们也不知道 那谁谁谁是谁 我说可以 给你加一千五 第二天来了 女演员 漂亮多了 就加了一千五 哎呦 真的 他这个演员 特约演员 什么 这都很明显 你就加五百块钱 就好很多 哎 真是太残酷了 你知道 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 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 因为那个 我还记得 就是第一次 就是这个 我是二十年前 当时拍一个 还什么老豆酒吧 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 然后要找一个 邓文涛的女朋友 我当时 他发现副导演 邓老师 他让我挑 邓老师 你来到一间屋 我看他就一个黑板 上面全是贴的小照片 我家伙 都有上百个 下面都是手机号码 你选谁 马上就叫了 哎 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 所以我就觉得 以后我有小孩 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 就比如别的行业 就说吃苦 我可以吃苦 可以熬夜 扛大包 然后就是努力 这些都可以 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 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 屈辱感 对 你被挑剔说 哎 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 你膝盖长斑了 就这东西就吃不了 屈辱在哪里了 就像其他工作也会被批评 我有同学去试镜就说 说你塞帮子太大了 人说你呢 不是 我有一同学 对对对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 对不起 这爹妈给了 你要用就用 不用算了 觉得受伤害了 就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太多了 还有些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知道 他在演着拍你 还差最后一条了 这首主演来了 主演的合约是 到场就拍 他一分钟也不能等 对 他不能等你 于是你差最后一条 你已经拍一天了 你可以收工回去了 你得停 换光 换机位 拍他 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 他就得想 我是不是要求他 让我把这一条拍完 就屈辱啊 是吧 对 那他就得去求 人家说可以 你先拍吧 哎呦 我是谢他 还是不谢他 没有 这从市场营运来说 这是那个 叫价能力嘛 是的 是的 当然 他是正常的 从市场角度上 这些从行业 行规角都是正常 但是呢 你从人的 那种人不舒服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不舒服的 你们说屈辱的情况 不现在 不现在这个演艺圈 在其他企业 什么都 我我有一次特别震撼 也是我去一个 就是去探班嘛 然后那个导演就卖 那个女演员 说你长得太脏了 他说脏不是说 就是没洗干净的脏 就说他有风尘味 我觉得人家也是个 清清白白的 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我就觉得你 你做其他的行业 说你说你活干的不好 说你这个 不够麻利什么的 就这些指控 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说你长太脏了 重点在这 这怎么办 这还是很屈辱的 方正我举个例子 怎么办 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 那 然后骂回去 你才脏了 人家转身走了 因为他知道 我忍住这个屈辱 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 我可能演完这个戏 我光荣 我进军国际影展 剪个彩一千万等等 这是选择付出 因为内似的 那个immuniation 发生在不同领域 比方说你在出版界 我也见太多了 编辑或者记者 写个稿集过来 不好 那采访主人说什么 文盲是吧 你文盲啊 你手弹的 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 什么什么 那个小记者说 那你去写吧 我不干 回去 因为很简单 我在这里受你骂 受被你骂 我拿的是月薪 一万二港币 我出去工作 可能拿 可以其他工作 找个九千 每个人都比我们 想象中的那个 有弹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回到你刚说什么 有没有受害者 有没有破坏者 往往是说 你自己选的 其实你不能只怪说 这个很差 他骂我 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 这种事情永远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 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 第二个 你不应该选择 接受这样羞辱 你不要选择完之后 就说这个人很差 这个那个 你选的嘛 方舟 这也算是这个 没话相处的苦 苦难来 真的 因为我有时候想 你记得路由啊 有一个词啊 就是 凌落成泥啊 碾作成的 好多明星的命运 你看包括 民国的时候 凌落成泥 碾作成呢 被人 踩在脚底下 你有过那样的时候 你才唯有 相如故啊 所以我们行业 一般都怕 跟刚红的演员合作 为什么 他反弹的很厉害 他原来被 踩成泥过 所以他现在 刚红了 起来以后 很难伺候 他就狂成什么样 对 他过两年 他习惯了就好 火气就推荐了 对 他就唯有相如故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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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